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育前數 我是楊維華分析師 來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走勢 今天是台子期的結算日 小漲最後尾盤拉上來小漲的17點 有沒有發現 本週端午前三個交易日震盪 震盪 震盪 我什麼時候都跟大家講了 這是我個人粉絲團的文章 我在禮拜天6月18號禮拜天的下午 我就說了 台股本週遇到端午長假 只有三個交易日會稍微冷 量縮整理 我們來看一下 完全是如我的預期量縮 連續量縮了三天 連續整理了三天 完全在我的預期當中 你現在最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端午節過後怎麼辦 因為很多人現在跟你說 端午節過後可能會往下殺 很多人也跟你說端午節過後 國際上有滿多大事的 像接下來鮑爾要連續兩天 要在國會談話 可能鮑爾講出來的東西 可能又會影響到股市等等的狀況 好 那我先解決你第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端午節過後 我們現在來看一個統計數據 什麼數據 我幫大家統計了一下 近十年端午節過後台股的走勢 後十天上漲機率50% 後二十日上漲機率70% 這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在我來看 你說端午節過後一定會下跌嗎 我看起來也不會 其實我覺得就是五五波 一半一半的機率 一半一半的機率 最重要的其實還是要看一下 這一段時間 每年台股的走勢 每年台股當下的行情 每年台股當下的籌碼面的變化 去做研判才會比較精準 如果你在只覺得說 它一定會下跌 我覺得就是五五波 從統計數據很明顯的告訴你 就是五五波 就是五五波 那回歸來 關五多後我剛才有說過了 其實最重要的話就是國際上鮑娥要談話 鮑娥談話 為什麼大家現在會那麼關注鮑娥談話的原因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之前的前幾天的報紙 他說鮑娥本週會附美國國會報告 做備受關注 因為上一次聯準會在確定 這一次暫停升息之後 鮑娥說什麼 他說年底還有可能會再升息兩碼 兩碼 真是嚇死一堆人 想說暫停升息之後年底還會升息兩碼 然後這一段時間 這些聯準會的官員 陸續的有一些談話 華樂他身分是聯準會的理事 他說核心通膨未按預期速度消退 通膨不降就要更多的緊縮壓制 真的是偏鷹派到不行 巴爾金 李奇蒙的聯準銀行的總裁 他說通膨未朝2%目標下降就該升息 就該升息 數據未顯示通膨降溫就因緊縮 也是非常偏鷹派的言論 這幾天發生的事情 古斯比芝加哥聯準會銀行總裁說 暫停升息是為了觀察通膨變化 經濟人過熱而需進一步升息 近期從鮑爾三次確定暫停升息之後 談話 官員的談話完全都是偏鷹派 真的是鷹派的發言 我直接告訴你我的看法 其實我說實在以我對這些聯準會官員的認識 我跟他們很熟 雖然說他們跟我不一定熟 但以我他們過去的談話 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其實官員的談話就是官方 就是官方 他永遠不會把話說死 永遠不會把話說死 所以這兩天 鮑爾在國會上的談話 我原則上中性偏鷹 一樣是偏鷹派的發言 那接下來關鍵的重點會在什麼地方 通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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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人過熱大家看就業數據 所有的關鍵都在哪裡 通膨數據 就業數據 所以接下來大家記得一個重點 你真的不要去背這些官員的音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官員的談話真的就是偏官方 不要每一次被他的鷹派的發言 就覺得說股市現在沒有行情 其實你從美股的走勢去看 創新高 美股的走勢不管是道琼 納斯達克 費半 基本上都在相對高點的位置 都在創新高的過程當中 你說有弱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好 那如果你再不放心 我有教過大家一個最簡單的技巧 什麼技巧 你就直接看這個FaderWatch的這個表 FaderWatch的這個機率表 圈起來是目前現在的利率水準 接下來今年還有四次會議 7 9 11 12 那這個表怎麼看 我簡單幫大家白話的解讀 7月份 目前在升息一碼的機率 70.7%是最高 這是6月16號的數據 好 今天是6月21號嘛 禮拜三 7月份是78 所以我剛剛說過 經過那些官員比較偏鷹派的談話 其實這個機率是差不多的 機率是差不多 好 再更深入幫大家解讀 7月升息一碼 9月份這個機率還是最高 代表什麼 暫停升息 11月份暫停升息 12月份暫停升息 哪來的升兩碼 其實市場上目前普遍預期 鮑爾的談話說還會在升兩碼 其實現在市場上普遍的預期 就是了不起就在升一碼 了不起就在升一碼 但我之前的節目我已經跟大家分析過了 我認為接下來只要暫停升息 接下來絕對不會再升息 不能說絕對啦 那99% 為什麼 其實我之前節目有跟大家分析過 以目前通膨的數據 因為下一個月7月份要公佈6月份的數據 去年的6月份是在這一波通膨的過程當中的最高值 也就代表什麼意思 下個月要公佈的 他會扣底在基期最高的位置 所以這一個月份 極有可能會看到二開頭 這是有這種可能性 那如果到時候公佈出來的通膨數據跟就業數據 比想像中的沒有 通膨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 就業數據沒有想像中那麼過熱 其實這一次真的是沒有必要升息 但我們就這個拭目以待 我們就拭目以待 因為目前還沒有正式公佈 我也不能隨便說一定是怎樣 但是以我的專業來跟各位做研判 原則上我認為在升息的機率不高 真的不高 真的不高 現在就維持住 維持住讓貨幣政策發酵一段時間 通膨自然而然就會降溫 通膨自然而然就會降溫 這是第一個 那如果你真的還是很害怕怎麼辦 很簡單 你就直接加入我這個 我剛有說過 我剛剛那篇文章是我假日發的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些 怎麼很重要的訊息 或者我一定第一時間 在我的官方粉絲團做發文 你怎麼加入 你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你在Line ID的地方搜尋 這個小老鼠不能漏 搜尋小老鼠Lich948 或者你目前在看影片的朋友 先按個暫停 向方有更多內容的說明欄 點下去有一串網址就可以加入 我如果有任何重要訊息 我第一時間就跟你做公佈 我第一時間一定告訴你 所以你也不用太緊張 我啦 我講這樣講 端午節你就好好休息 專業的是我來 盤我來盯 有任何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第一時間告訴你 我第一時間告訴你 所以這個一定要加入 好 解析完國際上的情勢 那國內呢 國內更沒有問題 我已經跟各位說過了 現在是法人攻擊步驟 法人在攻擊的過程當中 在獲利的過程當中有一定的步驟 目前是就在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發生什麼事情 拉指數 中小型類股輪動快 你有沒有發現 短短才一個月的時間 從五月中旬到現在 一個多月 台股最高漲得快 接近快2000點 指數漲得快2000點 真的是拉指數 那中小型股輪動快 所謂輪動快什麼意思 你看我就簡單舉個例好 本週三個交易的 今天第三天 一跟二觀光股強 觀光股有解封商機 現在廉價大家出國 吵得很熱 可是今天觀光股就稍微休息 好 原本伺服器的概念股 伺服器代工的一二休息 禮拜一 包含什麼 廣達 音業達 神達 偉創 今天又活蹦亂跳 休息兩天 今天又活蹦亂跳 原本強的兩天今天休息 這就是目前的狀況 就是中小型類股輪動快 這個目前還是屬於在第一階段 如果從第一階段 邁進第二階段 就變成指數小漲就好 中小型股就會全面噴出 我講真的 以我們來說 以一般投資朋友來說 你最有感受是這一階段 你說這一階段 你有很明顯的感受到 有獲利嗎 有賺錢嗎 其實我坦白說 市場上給我的感受 真的是沒有 完全沒有 他們覺得說 這個行情有可能 漲一漲還會往下殺 不知道到底漲真的 漲假的 不知道漲真的還假的 就是會有點 措施中的一種感受在那個地方 覺得哇 根本沒有想要做那麼強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 中小型輪動快 你找不到一個主軸 會讓你 我告訴你這人很好玩 如果有個東西在上漲 漲一天你覺得還好 不相信嘛 漲兩天你也覺得不相信 漲第三天跳進去的時候 結果第三天就給你開高走低 第四天又給你瞎殺 那來回磨了你一次 兩次 三次之後 你就沒信心了 現在就這樣 現在就在第一階段 來回磨 來回磨你 那為什麼我敢跟你說 現在是在法人攻擊的第一階段 其實很明顯我們就從籌碼來看 就發現了 非常明顯 來這一段時間 從15 475 漲到17 346 從5月中旬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 漲得又急又快 漲得快2000點 你看這一段過程當中 平均成交量才3100多億 什麼時候會過熱 平均大概4000億以上的時候 你那時候就真的要小心 那時候代表說 很多人都跳進來了 那個時候你反而要擔心 現在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那我們看一下外資的買賣超 這一段時間買超了2824億 其實坦白說這一段都是外資在買的 投信才買超4億 本土法人也沒買什麼 然後融資才增加166億 現在融資水位大概1900億左右 融資1900億的概念你們知道是什麼 上一次在供歷史高點 18619那一段的過程當中 融資平均水位大概是2800億 2800 現在1900 還有很多人根本不相信行情 連進場都不敢進場 才會有這樣的籌碼變化 166然後融券還增加了0.4萬張 有一些人還漲多了 認為會拉回去空它 這一些以後要強制回補 因為接下來會出全血旺季 強制的回補 這一些之後都是活種 都是活種 嘎空會嘎空到你受不了 嘎空就會嘎空到你受不了 那有人問說那外資段時間 買超2800多億多嗎 不多 這個就是我很明顯告訴你 為什麼我跟你說 現在是法人攻擊的第一階段 法人盤 去年外資總的賣了1.23兆 今年才買了2800多億 完全不多 第一階段就是法人盤 所以我總結幫大家分析完 關午節過後 關午節過後 我認為會慢慢的往這裡去走 會慢慢的往第二階段去走 就是指數的空間 我認為指數是有機會往18619 歷史高點去挑戰 可是你仔細認真想一想 17346到18619空間就占到1萬9 大概不到10% 指數空間上不到10% 可是接下來就從第一階段拉完之後 變成指數小漲就好 中小型骨全面噴出 中小型骨準備要全面噴出 什麼時間點 端午節過後 所以接下來你要注意的是 端午節過後你要開始去 掌握一些中小型骨全面噴出的節奏 全面噴出的節奏 你不要錯過這個節奏 如果你錯過這個節奏 一直太在意說指數 因為很多人會在意說指數沒有公高 沒有公高就沒有股票 沒有 第二階段才是最恐怖的那一段 如果你有經歷過兩年前 那一波台股有大空頭 其實很多中小型骨是翻倍再翻倍 翻倍再翻倍 下次第一階段 端午過後 極有可能第二階段 所以這一階段我勸你 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一定要把你所有的信心 精力全部拿出來 往那些中小型骨裡面去衝 你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下 好 歡迎回到現場 目前還在第一階段的尾聲 準備要進入第二階段 可是在這種行情的過程當中 我們一定要用 有一些技術的方法去做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把現在的行情 歸入了 就是很良性的類股人動 它是一個很良性的類股人動 今天漲 明天跌 今天漲 明天跌 這個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這就是第一階段 有的過程 要去接受它 它就是第一階段 有的過程 你不要想說你要去改變它 你要想辦法去跟著它 跟著它這個節奏去做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很多人對於股市 總之還是行情 總在半信半疑中 還是覺得說現在真的有可能 會一直往上攻嗎 真的有可能往歷史高點去攻擊嗎 這種疑問還是很多 那這個現象就是因為我剛說的 良性類股輪重造成的 就是良性類股輪重造成的 那演藝現在的盤子我教給大家 你現在操作上一定要掌握住 一定的節奏加上耐心 一定的節奏加上耐心 那我教給大家什麼方法來掌握 我技術面我教給大家 你可以利用關鍵的一條線 來去掌握股票上的買點 那什麼是關鍵一條線 它有一個定義 長虹K 突破前面的平台整體區 長虹K棒的這個第一點 這邊可以畫出一條關鍵的支撐線 那只要股價在這一條線之上上漲機率就極高 因為這個是一個強力的多方防守點 先學會畫完線之後 接下來我建議你 稍微有一點點耐心 跟股價回到這一條線附件的時候 再做進場 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我剛剛跟你說的 漲兩天休息一天 漲兩天休息一天 休息那一天 它也不算弱 它會繼續可能在休息了兩天之後 再漲個兩天 它會呈現一個階梯式的肋骨輪動 然後往上攻 利用這種行情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說的 技術面利用關鍵條線 回到線附近買 是相對安全的做法 淨核工退殼手 淨核工退殼手 這是我技術面教給大家的方式 利用關鍵條線 可是不代表說基本面不重要 不代表說基本面不重要 因為基本面是所有股票會起漲的紮根 它是根本的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 什麼族群最好做 其實說實在話就是AI AI概念國 我從今年 這個影片 我還特別為了AI 這個題材 確得GPT這個題材 去拍一個特別影片 我在3月30號 在我自己的個人頻道 你可以在YT搜尋楊玉華分析師 就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其實我大概3月 2月底 3月初就拍好了 因為要讓這影片好看 裡面有做一些動畫 所以稍微後製了 多花了一點點時間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AI絕對是今年的詛咒 那陸陸續續 黃仁勳 現在AI的霸主 回答著執行長黃仁勳先生也說 AI正經歷iPhone時刻 什麼意思 如果說老一輩也不對 比較資深的股民 可能15年前只要跟你說瓶蓋股 只要任何東西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那個時候是 你知道某某東西跟瓶蓋股扯上邊 不管他做它的面板 做它的IC設計 做它的零件 做它的殼 噴 只要跟iPhone扯上關係就噴 15年前 當時剛開始就這樣 然後就是很多人半蒙半懂說 智慧型手機真的有這麼好用嗎 可是我看現在 沒有 每個人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 無時無刻都在滑 無時無刻都在滑 可是15年前你能想像上 智慧型手機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嗎 坦白說難 當時很多人根本沒有想像 現在智慧型手機發展到這麼快速 當時就是AI的 為什麼說iPhone時刻 就是還在懵懵懂懂 在在起漲階段 商機才是無限大的時候 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就很像現在的AI時刻 非常像 真的非常像 所以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從AI概念股下去 搜尋一些股票來做 我告訴你這個地方真的有賺不完的錢 真的是有賺不完的錢 彭博也說2032年 AI的市場規模將近40兆 40兆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概念嗎 去年台股的營收網是鴻海 鴻海一年的總營收 總營收就是做生意總營收 6.6兆第一名 第二名是台積電 台積電去年總營收2.2兆 40兆2.2兆 這種概念你就懂 你就知道這個商機規模有多大 大到真的是不行 真的是大到不行 那所有商機都從這個地方衍生 這個是看起來很像是 仙界的一條光明之路 沒錯 這個東西就是伺服器 雲端伺服器 因為所有的接下來所有的東西 伺服器你應該這樣講 你所有東西你要運算要快 然後要服務要好 速度要快 要能深層式那些回答你的問題 幫你作詩寫詞 然後深層那些文章 幫你出任何事情 重點是什麼 速度要快 重點要什麼 就是要AI伺服器 這個每一個東西都商機 裡面包含什麼 機殼 商機 包含什麼 散熱 因為你它這邊產生的熱能 越來越大 你這麼多這麼大台 這麼多東西在運作 產生的熱能越來越多 加上現在的GPU所產生的熱能 是比傳統的CPU還大更多 所以它的散熱 商機 ABF載板 層數要越來越高 技術要越來越好 商機 它使用的面積也要越來越大 商機 晶片 商機 光這裡一堆商機 一堆商機 就是在從這邊全部衍生出去 就是AI的相關概念 全部在這邊 所以我近期數的跟大家分享 2356的音業達 這個是6月6號我的節目的截圖 6月6號 2356音業達 確認網有商機 音業達有商機 因為457現在年復合成長率到2026年約22% 每年約22%這樣快速的成長 商機確認完 題材確認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我剛剛教給各位的 技術面要有耐心去懸股 利用什麼 關鍵一條線 6月6號 2356的音業達 當時它的關鍵線在這個地方 好 我們直接來看圖好了 2356音業達 關鍵一條線定義是什麼 長紅K 長紅K突破前面的平台整理區 長紅K棒的低點 這邊可以畫出一條關鍵的線 那有人就問我說 老師啊 到底長紅K突破前面的高點 那代表就是創新高 那這個時間要拉多久 好 我現在 因為現在有蠻多新朋友 我好好的講一次 第一個 你要拉線之前你要先抓時間 抓那個圖的週期 然後我的建議大概是兩個月左右 就是以下目前的K棒 4月21號到今天6月21號 大概是兩個月的週期 先抓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創兩個月的新高 你不要拉20年 有人說那老師我拉20年 他突破20年的新高 從那邊畫線 20年也太久了 拜託不用 兩個月就夠了 第一個先抓之後 大概兩個月左右 好 抓完週期之後 為什麼這邊可以畫線 你們有沒有好奇 你如果以這邊來看 紅K好像這邊啊 不是這裡嗎 是因為當時這裡 我應該這樣說你就很明顯了啦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沒有創新高 根本沒有 根本沒有 所以為什麼關鍵的線在這個地方 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講得非常清清楚楚 就是這裡 那如果你有印象 我昨天怎麼跟你說 昨天我說現在 這條線會洞 現在也線在這個地方 對吧 我昨天跟你講得非常清清楚楚 是在這裡 那今天這邊 是不是跟這邊很像 今天就上去啦 線會洞 記得線會洞 然後時間週期抓兩個月 好 時間週期抓兩個月 二三五六的音業達今天就上去了 這就是關鍵一條線 先確認完題材之後 再利用關鍵一條線 然後這一段 我也先獲利出場一次了 我這邊寫得清清楚楚 這是我帶給會員的簡訊 6月15號 二三五六音業達 目前可在45元附近 獲利約25%全部出清 準備換新股操作 這個就是操作上的節奏 撞完一波拉回 先獲利一趟 等拉回再進一次 題材先確認好 掌握節奏 題材先確認好 掌握節奏 就這麼簡單 同檔股票來回操作 同族群換股操作 真的做股票不用搞得那麼複雜 不用搞得那麼複雜 今天端午節前夕 送給大家一個大禮物 馬上發包縱股 這五顆黃金粽 是我認為端午節過後 有機會噴出的股票 馬上發包縱股 就這五顆黃金粽 一次一顆 一次一顆 慢慢的吃 慢慢的吃 端午節之後 你會馬上看到一些非常好的效果 那如何鎖取這個包縱股 很簡單 一樣加入我這個LINE 你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搜尋這個ID 或者搜尋ID 然後加入之後 這個下方 有一個小鍵盤 你點下去 就跟我表明說我要鎖取 那這裡面包縱股有什麼股票呢 其實我在禮拜天的文章 我跟大家提醒 目前可留意且基期相對低的股票 這邊有 裡面有資訊服務相關的股票 因為資訊服務相關的股票 普遍有AI 資安跟探權的題材 還有什麼 航太零組件 因為現在解封的商機 包含飛機的維修需求 包含飛機的訂單 包含接下來很多 都跟航太零組件股票 這些股票都在黃金粽裡面 那還有什麼 當然還有AI的股票 AI的股票 我們絕對不能忘記 全部都在這些黃金粽裡面 記得一定要加入我這個LINE 做鎖取 這些黃金粽 會讓你端午節過後 進入非常好的黃金標股時機 我今天的節目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禮拜見 謝謝各位 我們下禮拜見